大家好 最近都好吧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绣球花 这个是 现在正在看的这颗 是我刚买的一颗 绣球 漂亮吧 这个是一颗棒棒糖绣球 Hydrangea tree 这我儿子说的 妈妈这个好漂亮 我觉得挺好看 反正我家也没有这种 棒棒糖绣球所以买回来 确实很好看 看看 这么看一下 我要再退远一点 是吧 我觉得挺好看 颜色也是我 没有的 所以就买回来了 没有这么 霉红 实际上会比这个会再浅一点 到时候等花谢了 给它换一个大一些的盆 让它舒服一点 看这边它 刚开始的就是有点显绿色 慢慢就会变成 更深的红 很好看 绣球花 是我非常喜欢的一种花 所以我家里有好几盘 绣球花 这老倒了 刚才是放在一个盆里面 现在为了拍照把它挪出来 老不稳 头重 头重 脚轻 别倒了 宝贝 来 挪这边 靠着 好的 靠上 好 然后我们再继续看 它这颗 这颗绣球 它是其实有点 刚开始开花的时候 有点粉色 现在就成了 紫色吧 偏紫色 一开始是粉紫粉紫的 现在是 但是拍照的话 显得更紫一些 其实实际看 没那么紫 现在就 实际看就有点 带灰色了 这颗呢也是 这个是 也是我刚买的 是降价的 因为它 你看 你都看嘛 它都有一些花要卸了 所以就降价了 10个加币买的 所以我觉得还挺好 反正姿态啊什么都很好 那根呢什么都没问题 嗯 我就觉得反正明年 这年年要涨了嘛 对吧 现在 要卸了也没关系 还能欣赏好几天呢 好 这一颗 然后这一颗 这个 这个 这个是我的 这是红的 这是一颗 红色的 绣球 我觉得它 还 就是特别 特别就是 算是偏正红吧 但是确实没有那么正 偏正红 也不是美红 偏正红的一种 红色 而且它的 它的这个叶子 是这样 这个 花苞是这样的 它的叶子是 巨齿的 就跟 这边这个 又不太一样 这个就比较圆 边缘比较圆 它这个呢 就是巨齿型的 我觉得也很好看 淺绿 然后慢慢变 这颗很漂亮 八宝很多 这么看 很好看 这一颗 这一颗 就更大一颗 这颗呢 是 也是粉 紫色的 据说这颗是可以调蓝的 但是我没有调它 我就是这么搞的 现在显出来就是 开了一点 实际看会更紫一点 现在 看它偏粉一些 很多花不好看 这个好大 这个好大 你看 嘿 我觉得绣球花就是 树形很好 就是特别圆糊 就特别饱满 我很喜欢这种感觉 就特别的就是 精气神很足 然后很兴旺的感觉 然后我估计 也有很多朋友 都喜欢绣球 夏天必备快 绣球花它 不需要太阳 一直直晒好 我都把它放在 我们家院子 因为我们家院子 靠北嘛 所以我给它放到的位置 就是上午和中午 能够有太阳的地方 下午就没有太阳 基本上 日照会在 现在夏天的话 会在 四到六个小时吧 我觉得 就够它了 不能一直直晒 秀球是喜欢 稍微有一些阴的地方 但是你全阴 我估计它也 不是很喜欢 再来看看这个 耶 好 那今天的秀球花 就给大家 说到这里咯 也愿你的花园 还发 繁花四季 原谅我这湖南人 喝泼 好 祝大家开心咯 看着花花我就很开心 再看一下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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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